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3月8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首先呢 第一条新闻是来自于这次中国两会的 那么这两天呢 你可能在网上呢 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引起来了中外媒体以及广大华人参与其中的一个热议啊 它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啊 在他的报告当中公布说呢 说中国呢 将这个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提高20元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美国之音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啊 说这是一个福利啊 还是一个羞辱啊 那么到底这是一个福利还是一个羞辱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啊 那么我现在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加拿大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综合报道啊 这个报道的题目呢 就是啊 城乡基础养老金提高20元 中国农民老有所养 还打一问号啊 很显然呢 是一个质疑的调料啊 我们来看这里面说的事实情况是怎样的啊 说呢 据中国官方数据 主要面向农民和农民工的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 目前全国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03元啊 中国总理李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宣布 将该最低标准提高20元 该消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嘲讽 以及有关中国社会不公 尤其是农村老人无法老有所养的讨论啊 那么这些论调啊 所谓的 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嘲讽啊 就是中国部分网民了啊 那么一个社会啊 尤其是中国这社会有14亿人啊 你想想他农民有多少呢啊 我们整个的社会呢 人口啊 从这个底层啊 到最顶层的实际上它是一个金字塔啊 就是乌越往下 其实呢 它人口是越多的 任何一个社会穷人永远是一个最大的基础啊 永远是最下面的最大的底边啊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那么你整个社会啊 对最底层的这部分民众的补贴啊 你再怎么多 你也多不过上面的 对吧 因为呢 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 最底层的这些呢 其中就包括很多是啊 本身是没有能力的 他呢 都没有能力养活他自己啊 你想想看他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呢 对不对 那么一部分呢 是自己没有能力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自己有能力而不去工作的一些懒人啊 还有一些呢 因为能力的低下 虽然也努力啊 但是成果又不显著的一些人啊 这个最底层呢 其实就包括这么一些人啊 其实呢 我说到这儿啊 就是海外的这些人啊 现在就在嘲讽中国啊 说 哎呀 每人每月啊 这个养老金呢 才只有103元啊 现在提高20元也只不过是123元啊 人民币啊 那么他们就充满了讥讽啊 那么有很多我们出国的这些华人啊 那么很多呢 都是冲着这个西方的高福利来的啊 那么西方的福利果然是高吗 那么我以下的视频啊 随着来分享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呢 我会进一步的跟大家介绍啊 首先呢 就是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啊 都是冲着这个福利来的 多多少少呢 其实就是想走捷径 或者想那个不劳而获啊 中国人你要说不劳而获啊 其实不准确 中国人呢 其实想不劳而获的人呢 是极个别极个别的啊 尤其是这个移民到国外的 那么老外当中啊 不劳而获的那种社会蛀虫 有很多啊 中国现在社会蛀虫也有很多啊 所以说呢 这个社会福利啊 你不能让它太多了 太多的 太好的社会福利 它就是养懒人 孤立懒人啊 那么我们这些中国人啊 出国到了国外以后呢 现在有一个词叫高华的 海外的这些华人啊 他就是呢 自己给自己一些优越感啊 实际上呢 没有什么好优越的 来到国外以后呢 有一些啊 聪明的 努力的 能力强的人呢 他会在美国社会 在西方社会呢 成为不是最底层的 成为这个中产阶级 或者是接近中产阶级啊 这些是一些成功人士 那大量的中国人 其实呢 还是在底层的啊 包括咱们那些八九六四所谓的精英啊 他们是一个 你知道吗 是一些失败者啊 我在我的视频里多次说 他们靠什么生活呀 他们就靠美国给他一点 反中反华的那个赏钱来生活 他们因为长期的来研究中国啊 为美国来研究中国 攻击中国啊 使得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非常差的呀 你在美国这种社会 在西方这种社会 他是说英语的啊 如果你不会他的语言的话 你在社会当中是不是和聋哑人没有区别啊 那么我刚来的时候呢 我经常跟一些人呢 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啊 大家一定要努力啊 首先呢 你得把语言学会了啊 提高起来 你有了这个能力 然后你才能说别的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话都不会说 你听不明白 说不清楚啊 然后呢 不会读 不会写 你和一个聋哑人没有任何区别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雇主的话 你愿意去雇一个聋哑人吗 你是不愿意的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有很多的华人 包括咱们所谓的那个八九六四的精英们啊 因为他们呢 到了美国以后呢 就被美国所雇佣呢 去反华 他用不着去学英语啊 所以他没有这项语言呢 他在美国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啊 他只能挣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赏钱啊 那么毫无疑问啊 这些人啊 他一定是失败者 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因为我们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呢 年龄已经不老小了 那么如果说呢 重新来学语言 让他成为一个像第一语言似的啊 在这个英语的社会当中 能够运用自如的话呢 那么不容易的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啊 第一呢 你要靠天分 第二 靠勤奋呢 这两项啊 必须两个都有 你光有天分没有勤奋不行 你光有勤奋没有天分也一样的不行 更何况有的人呢 他两项全都没有 啊 缺一个都不行 你还别说有很多人呢 两项都没有啊 所以呢 那些所谓的高皇啊 只不过呢 他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啊 他是趁乱滥鱼冲刺的 不是说他真的是高皇啊 他的个人情况呢 国内是不知道的啊 如果国内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的话呢 他是高不出来的啊 那么为什么海外有很多人他疯狂的反华呢啊 他其实就是他们的阴暗心理啊 他自己在美国是一个失败者 他看到国内的人过得好了以后呢 他心生这个羡慕嫉妒恨啊 其实我们有一个算一个啊 来到海外的这些人啊 如果说你是能力高的呢 那么你到了海外以后呢 你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士啊 但是呢 你反过来看 在中国和你同样情况的人 他在中国的那种环境当中 他就更成功 他比你更成功 对不对 所以说你和你在国内的同类去比的话呢 你是没有优越感的 你是没有的 只有那些呢 放下这个架子啊 客观的来承认这个现实的人呢 心里才能够平坦 那很多人呢 他心里阴暗啊 他羡慕嫉妒恨啊 所以呢 他因为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啊 他成了一个反华这个浪潮里面的一份子 有很多人其实是这样的啊 把自己加入到高华的里面 其实他是不高啊 我们再继续看啊 中国加20元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这个报道就说哈 说中国总理李强啊 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啊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其中包括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啊 3月5日下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负责人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啊 在吹风会上进一步的谈到 现在中国呢 有1.7亿老年人 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目前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是 每人每月103元 最低标准提高20元以后呢 将达到每人每月123元啊 这个增幅呢 你别看它是20元啊 因为它的基础比较低啊 它的增幅呢 是19.4%啊 是近年来上调幅度较大的一次 综合中国国务院的官网的信息啊 所谓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啊 它有两个部分啊 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两部分啊 而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呢 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并且调整的 所需要的资金呢 由国家财政来承担 啊 这就是基础养老金 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 由这个中央政府来确定的啊 那么它的养老金还不仅仅是这么多 会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 那么个人账户养老金是怎么组成的呢 说啊 不过有关政策也规定啊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的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啊 对长期缴费的可以适当的加发基础养老金 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呢 则由地方政府支付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啊 城乡居民养老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呢是基础养老金 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啊 而这个基础养老金呢 会由中央政府啊 给一个最低标准 那么地方政府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把这个标准呢 给他提高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会出现啊 各个地方不同了 对不对 不同的政府这个基础养老金呢 他就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报道就说啊 因此啊 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其实 是在全国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基础上执行不同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的 地区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据中国各省及直下市公布的数据啊 比如说广东省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呢 目前是每人每月200元人民币 这是广东省啊 然后呢 贵州省呢 是113元 而四川省呢 是128元啊 那么看起来呢 这几个省啊 和中央定的那个标准呢 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啊 你看四个直辖市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差别的就大得多了啊 说重庆目前的标准呢 是125元 而天津呢 是317元 北京呢 是887元 上海是1300元 就是说啊 虽然中央的标准呢 之前是103元 现在是123元 对不对 但是呢 上海啊 是1300 这就是基础标准啊 基础标准 如果再加上那个个人的养老金账号来说呢 实际上呢 差别就更大了 然后呢 这篇报道又来讨论哈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 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 是2009年 中国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扩号 新农保 和之前实行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扩号 城居保 在2014年合并后的统称啊 就2014年以前 农村的叫新农保 而城市的叫城居保啊 2014年以后呢 统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那么它的对象呢 是年满16周岁啊 不含在校学生 如果你已经离开学校了啊 16岁以上的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涵盖的对象啊 如果你还上学的话呢 就不包括在内啊 说它的对象是年满16周岁 括号不含在校学生 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料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啊 大量生活在农村的农民 以及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啊 是包含在内的 中国的官方啊 曾经宣传说呢 这一制度让亿万农民老有所养 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大的受益群体 然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者 因为之前未被纳入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等原因啊 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 选住是少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 后者的退休金呢 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啊 接近每月3000元 就是说城镇的这部分退休人员呢 就是不包括国家公务员 不包括交过那个五险一金的吧 应该是不包括那些人啊 不包括有正式工作的那些人啊 那么他们的平均的水平呢 在2023年接近3000元啊 也就是中国的那些退休人员 如果你是一个城镇的人员的话呢 那么你是接近3000元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会跟大家比对比一下 那些移民海外的高华们啊 他们能拿到多少 那么刚才说了啊 16岁以上是包含在这里头的啊 那么你多大年龄可以拿到这个养老金呢 在中国是60岁啊 据我所知是60岁 那么加拿大呢 也有养老保险的 也有养老金的啊 我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对不对 那么加拿大的退休年龄呢 是65岁啊 我现在还不够这个退休年龄 我没有去拿这个养老金啊 我现在还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啊 所以呢 我不知道那个养老金是多少啊 但是我知道一个大概啊 它大概是不够1000的 一个月是不够1000的 请注意中国的城镇呢 能达到3000 城镇平均呢 能达到3000啊 但是呢 加拿大是不到1000的啊 没有工作的那些 我的观众朋友当中呢 有一些人啊 年龄比较大一点 那些你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或者在英国 或者欧洲 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什么的啊 如果你在那些地方 拿养老金的话呢 或者你了解你当地的 养老金的情况的话呢 你可以给我留言 说一下你所在的那个国家啊 像中国的这种农村和这个城镇 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工作啊 之前没有工作的这些 他们能拿到多少养老金 不是说中国啊 就是在你所在的国家啊 没有工作过的这些人 拿养老金能拿多少 这是这个第一条新闻啊 第二条新闻呢 是美国这两天呢 就是抓间谍啊 和中国有关的间谍啊 好像是判了两个啊 那么今天呢 在中国这个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呢 问到这个问题啊 有记者呢 是这么问的啊 说一名 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啊 周四的时候 也就是7日昨天啊 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有关 美国国防的信息而被逮捕啊 此前呢 还有一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 也因为涉嫌窃取啊 谷歌人工智能技术而被逮捕啊 外交部对这两起的案件有何回应啊 毛宁就说啊 你提到的这两起案件 坦率的说 我都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啊 作为原则 特别是你提到的 所谓中国公民 涉嫌窃取谷歌的技术 被美方逮捕 中方一贯的高度重视 并积极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坚持公平公正的保护 国内外知识产权 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啊 同时我们也反对美国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的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 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 合法正当的权益啊 我和毛宁一样啊 虽然对这两起案件呢 并不了解啊 但是呢 基于我们对美国的 近两届总统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调调啊 我们就知道美国呢 是沾边就赖的啊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多次提到啊 我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我之前的时候 我也喜欢到处转一转 对不对 到处看一看的啊 自从我做了这个自媒体以后呢 我还会举着一个手机啊 到处拍一拍什么的 但是呢 自从我成为一个这个 政论性的博主以后呢 我就戒除了这个行为 我绝不到处拍 为什么呀 因为就防止被他们赖着 我都不到社会上 跟那些老外讨论这个政治的事情啊 原因就是怕被他赖着 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哈 在今年的这个开学季啊 有那么好像四个还是八个留学生 对吧 因为回中国探亲之后呢 再回来入关的时候 美国经过对他们的审查之后 说他们涉嫌这个间谍啊 拒绝他们入关呢 还是把他们抓起来了 其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留学生 在完成了上学期的这个学习之后啊 考试完了以后呢 他们是八个人组团 然后就到阿拉斯加去玩 在阿拉斯加玩的时候呢 就误闯了美国一个军事基地的 那个附近啊 然后呢 美国的那个 在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呢 当时就把他们八个人给扣了 好一通的审查呀 审查完了以后呢 因为他们几个人 把他们的手机啊 电脑啊 反正随身带着东西都查了一六够 发现啊 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迹象啊 有可能是个间谍啊 然后就把他们给放了 没想到啊 这些学生回国探亲以后回来啊 就遇到了麻烦啊 美国就是这样的呀 一个调调啊 就是赖人的 所以呢 我是特别小心的 他们是会赖人的 那么那个孟晚舟就是嘛 对不对啊 我当时还因为呢 过于相信西方的这个法律制度啊 这个法律系统啊 当时我还说呢 孟晚舟的这个事啊 它不是政治事件 它就是一个法律事件 但是呢 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啊 到最后呢 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教训啊 使得我呢 对西方的这个法律系统啊 大为改观啊 对他们的这个政客啊 法律啊 什么的 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啊 再加上后来这个川普啊 我并不支持川普 我也不说川普就是冤枉了 但是呢 美国对于川普所提起来了 50多个案件 不予立案这件事情 也推翻了 我对他们这个法律的 公平公正的 这个原则的这种认知啊 他们完全都是政治手段 而且呢 他们不认账 当时呢 小土豆出来说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啊 这完全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啊 我就是相信他 我完全相信他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结果到最后证明呢 他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啊 这个小土豆就被美国摆了一道啊 美国就把孟晚舟呢 就放回去了 对不对 法律哪里去了 如果是法律的话 是不是这会儿呢 这个法庭就不应该放这个孟晚舟 你之前你不是那么有理吗 对不对 并不是基于法律的程序 把他放了 而是基于美国的命令 对不对 把他放了 这就是政治啊 这哪里是法律啊 所以呢 完全颠覆了 我对西方这个 法律制度的 这个原有的认知 知道吗 对美国的认知 对加拿大的认知 真的是逐渐的 逐渐的 你知道的越多啊 你把它看的就越清楚 那些高华啊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啊 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 他不愿意承认 他自己看错了 你知道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自己心里面知道他错了 但是他不承认 这种人你活得很累啊 你不如你就像我这样啊 我看错了就看错 我被美国骗了 我被美国骗了 是我的错吗 不是 这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是美国的错 大骗子是美国 不是我 对不对呢 所以呢 你就勇敢的承认 我就被美国骗了 连杨洁篪都承认说啊 我们把美国想的太好了 杨洁篪都能够坦然的承认 得到了一片的喝彩 对不对 作为我们来说 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呢 对不对 就是被美国骗了呀 之前把他们想的太好了呀 然后我在海外呢 逐步逐步的 我就越来越认清他们啊 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啊 特别搞笑 对不对 他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后呢 中国就抓了加拿大的两个人 说他们两个是间谍 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这个加拿大呀 美国呀 还有咱们的那些恨国党 独运轮们哈 都说中国这是政治 中国这是报复 中国这是栽赃 中国这是陷害 中国这是污蔑 那两个人是清白的 是不是 结果呢 后来啊 中国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审判 进行了判决 到最后一反呢 把他们两个驱逐了啊 驱逐完了一回去一号啊 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啊 这两个间谍啊 其中的一个就站出来说呢 我是被另外的一个间谍 还有加拿大政府给骗了 我被他们给骗了 我其实就是一个商人啊 然后呢 另外的那个间谍啊 叫什么 康明凯 对叫康明凯啊 康明凯 他是真正的加拿大的间谍 我不是 康明凯他骗我 他骗我给他提供一些情况 那我跟他说了 我给你提供这个 就是供你玩的 你可千万不能给加拿大政府啊 然后呢 事实是怎么样 我给了康明凯以后 康明凯牛脸就给了加拿大政府了呀 然后呢 使得我在中国遭受了这种牢狱之灾 现在我要求这个加拿大政府赔上我 你猜怎么着 这两天啊 加拿大的法院判了 加拿大法院判决啊 加拿大是有错的 确确实实 加拿大的间谍康明凯啊 骗了那个斯帕弗 斯帕弗所说的都是事实 然后呢 给斯帕弗造成了损失 所以加拿大政府呢 现在啊 和这个斯帕弗啊 达成了和解啊 赔偿他700万家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这个 纳税人哈 就是平白无故的又损失了700万加币 啊 这倒是其次哈 中国人我不管你啊 谁掏着700万对不对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 加拿大政府自己打脸了 之前还说中国冤枉 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是承认了呀 承认了你加拿大搞间谍呀 承认了你自己还去骗自己人就搞这个间谍呀 对不对 这都承认了 打脸不打脸 羞愧不羞愧 丢人不丢人 对不对 我觉得丢人 加拿大政府也许不觉得丢人啊 西方国家这些政客哈 他们做这些事情啊 他们不觉得丢人 他们是不要脸的 当然是他们不会丢脸这件事 没有脸可丢 对不对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国民 作为纳税人来说 第一我心疼的钱 第二我心疼的名誉 对不对 这叫什么事啊 然后呢 就是加拿大政府愚蠢之急 你到中国搞这个间谍 对加拿大有什么好处 没有任何好处 就是帮助美国呀 帮助美国 当美国的这个帮凶啊 美国和中国进行对抗 美国想打压中国 不想让中国超过美国 加拿大在乎什么呢 中国超过加拿大啊 对加拿大来说 有什么关系 加拿大又不是第一 又不是第二 对不对 完全没有关系啊 就是当美国的走狗呀 然后让我们遭受这些损失啊 既失了面子 又失了李子呀 现在加拿大还疯狂的 当什么美国的帮凶啊 其他人都不干了呀 今天我还看到这个美国之音啊 还写了一篇文章啊 说是美国啊 要进一步的强化 对中国芯片技术出口的控制啊 但是呢 遇到了一些阻力啊 前一阵子对中国这个芯片的这个打压啊 很显然被华为和中芯国技也给突破了 那么他们甘心吗 他不甘心啊 不甘心怎么办呢 现在又想着要进一步啊 那么他靠自己啊 肯定是不行了啊 那么他就联合谁呢 联合有光刻机的荷兰 联合德国 联合韩国 联合日本啊 联合这四个国家 来进一步的啊 推动对中国的这个芯片技术的出口控制啊 结果呢 这几个国家啊 荷兰说 哎 我们再调查调查看吧 到底是不限制他对我们有什么危害 限制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再考虑考虑啊 然后呢 日本啊 也是这个态度啊 然后德国和韩国呢 就只读不回啊 就不理他 就是现在啊 美国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啊 那么今天呢 还有一件事情在全世界是特别的轰动的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都在转载啊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呢 在这个记者会上啊 就提出来了一个啊 四问美国 这四问美国 我相信是让美国是牙口无言的 那么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啊 中央电视台报道说呢 说今天上午啊 括号七日啊 七日就是昨天了 七日上午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啊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就中美关系有关问题啊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啊 王毅表示说呢 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 关乎人类和世界前途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始终保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始终本着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 我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个原则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这既是对中美关系 半个多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握 应当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 王毅说呢 相互尊重是前提 因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同 只有尊重和认可差异 两国交往才可持续 和平共处是底线 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 发生冲突对抗 后果不堪设想 合作共赢是目标 中美携起手来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如果美国一听到中国两个字 就紧张 就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呀 王毅表示说呢 去年11月啊 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的会晤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指跌起稳 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达成了共识 明确了方向 旧金山会议以来 中美关系改善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但是呢 不得不指出的是 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然在延续 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的花样翻新 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 欲加之罪到了匪所思的程度 然后王毅呢对美国的四个结问呢是 美国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啊 美国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就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啊 美国只让自己保持繁荣 不允许别国正能发展 国际公理何在啊 美国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 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 公平竞争何在啊 这是王毅提出来的四个结问呢 今天全世界都在转载这四个质问 王毅接着说 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 而不在中国 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事 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的发展 积极务实的开展对华交往 言行一致的把承诺落到实处 同中方一道 推动中美关系走上稳定 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王毅表示说呢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习近平主席指说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活力在地方 我们始终愿意与美方加强对话沟通 推进各界人士友好往来 架起更多相互了解的桥梁 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 我们相信双方完全可以找出一条两个不同大国 在这个世界上的正确的相处 知道 其实呢 这都是中国的一个外交部长 成熟的外交部长啊 所展示的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宽大胸怀的一个外交辞令了 其实呢 王毅心里面 他会相信吗 我不认为他会相信 大家呢 也不必担心啊 说王毅怎么这么傻呀 到现在还相信吗 王毅心里面不会相信啊 习近平不会相信啊 正向中国啊 老实说 我们希望呢 两岸能够和平 能够稳定啊 能够和平统一 但是呢 不代表了中国呢 就认为和平统一的希望有很大啊 这是为什么中国并不放弃武力统一啊 是不是 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幼稚啊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